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游历在二次资源的底层up主Red 嘿,我又来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切入正题 接着上回说,还没看过视频的小伙伴借个坐标,快去快去 身份2,杀人魔姐弟 想不到吧,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说到这个身份,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人现任杀人魔 首先,杀人魔的实力强不强,我觉得是非常强的,具体表现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在关西车站,杀人魔对屏障的那个反应能力绝对可以看出,此人非常不简单 第二是在第二集中,楚行科出登场时,弟子和打架王对战 实际上就在旁边淡定看戏,打架王目前已知实力是很强的,虽然愣,但真的很强 面对这种实力的人,实际上放心让弟子单干,而且完全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但直到杀人魔出现,施将的表情一下子变了,立马出手阻止杀人魔 且不像对运输工的时候直接想要处刑 而是第一时间把杀人魔丢了出去,让他远离战场 明显是不愿跟杀人魔正面刚的节奏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杀人魔在出刀的时候说了一句红色的眼睛,我想要 其实之前我以为这个眼睛颜色只不过是人设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基于杀人魔非常关注眼睛,所以这里说的粉色应该大概率是说女主的眼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杀人魔是目前剧中唯二眼睛也是粉色的角色 而杀人魔态度突然变了,是因为在女主眼中她看到了别的东西 由于杀人魔追求的是红色,再加上她一直关注眼睛的问题 她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那么其实这里基本已经坐视女主的本质或者说潜在人格 那种耀眼的红,就连杀人魔都肃然其境 而杀人魔作为千人斩,明显没有那种故意被抓的倾向 那么当时杀人魔究竟是如何被捕的 而女主为何又这么巧在杀人魔处决的当天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呢 这里可以做一波大胆猜测,女主和杀人魔是亲姐弟 是要心里扭曲的人和环境才能孕育出杀人魔这样激情的心理 而女主的OP情节也印证了,女主经历的环境可能比任何人想象中还要可怕与其惨 女主的出生地可能也不是关西,而是关东 因为姐弟相依为命,姐姐一直告诉弟弟 你看这些红色是不是很漂亮之类的话 由此奠定了杀人魔长大后的心理变态 这点可以参照一下黑胶中的双胞胎 然后因为某个事件或中间发生了点什么,姐弟失散很可能是和下一集中会发生的心甘性或物有同样的命运 而女主也许是心来关西,也可能是来了一段时间 昏入印章中心就是为了调查弟弟杀人魔的事情 而同时由于自我催眠,或者是借用了别人的身份,又没准是双重人格 这里就看小高怎么放飞自我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主救出了杀人魔 但似乎意识到黑猫很可能和当年姐弟失散或者是背后的阴谋有关 于是潜伏在团队中看看后续究竟如何发展 杀人魔变成女主小弟的状态,可能杀人魔自己也搞不明白 第一是因为虚浓于水的亲情,这种说不清 即使样貌变了,立场变了,但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第二则是因为内在 杀人魔这种人对于危险的预判和感知应该是要远超于潮人的 不然根本不可能变成杀人魔 而他感受到女主的气场是完全在他之上的 所以才能心服口服的跟随女主 甚至很有可能杀人魔那个千人斩没准都不是他自己的功绩 因为姐姐是前杀人魔,之后姐姐隐匿弟弟出来搞事情 那之前的账可能也算倒弟弟头上 这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解释通Op里那一堆十字架的理由 而且第三集中,我是没有想到女主拿了无人机后会自己去砸 我以为他会给杀人魔去砸最后一下 这个力道,角度,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个外行人做的来的吗 还有就是最后的决断,从警报响起开始一共60秒时间 我们来看看女主干了点什么 提醒黑客改信息,提醒大家运输工开始行动了 自愿代替黑客进货柜,进新干线后又轻车输入 打动扳机让运输工免死,集体进入新干线发车 这种大局观,对事情的走向判断,对自己的自信和决断力 如果这只是双重人格中的表人格做到的 想想看里人格有多牛逼吧 其实这里女主进货柜,如果不通过就等于秒死 相比之下拆项圈肯定生机更大 女主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一定要进入新干线呢 就让我们期待后续的发展吧 以后每次片尾我都会给大家一次暂停选老公老婆的机会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暂停截图发在评论区里 之后的每期节目呢 我都会抽上一期和我截图一样的小伙伴 还没想好送什么,你们也可以给点意见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也别忘了关注点赞弹幕三连 我是Red,我们下期再见,拜来个拜